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镜头前 这位曾被誉为荧幕女神的明星 让人们看到了命一面的自己 也无意中治愈了不少身材焦虑的心 话说这场直播 本就平淡如其 谁要想成了爆款 赵路斯那无力镜状态 比起精修的照片 真是让网友大呼过瘾 不仅是视觉的冲击 还让人们开始怀疑 那些我们日常崇拜的星光灿烂 究竟经过了多少数字化的美颜啊 直播中的赵路斯表情 姿态 都显得那么自然 与那个屏幕上的优雅形象大相径庭 观众看到的 是更多的人性和真实 一个没有星光包裹的赵路斯 展现了明星也是普通人的一面 这剧烈的反差 让人不禁感叹 原来 明星也有脱下光环的一刻 这次直播不只是赵路斯个人形象的翻车现场 更像是一场对于娱乐圈审美标准的公开课 在历境和后期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 我们所见的许多明星美貌 或许只是数字技术的杰作 这背后不禁让人思考 当下社会的美学追求和价值观 是否需要重新定义 不过 说到底 赵路斯的直播也许是一种解药 在这个盛行看脸的社会 它的真实展现 对那些对自身外貌有着种种不满的人们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励 拒绝完美的虚假 拥抱真实的不完美 也许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生活态度 赵路斯的直播事件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明星的另一面 更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真实之美 现在 轮到你们发声了 各位网友 你们对于赵路斯的直播有什么看法 是不是也感觉身材交易得到了治愈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明星的真实时刻吧 02.赵路斯糖果缤纷甜妹乐斯 人间水蜜桃般的魅力从何而来 在娱乐圈的繁华背后 每位明星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在这众多风景中 有一位名叫赵路斯的女星 像是天降的人间水蜜桃 以她独有的魅力让无数观众未知着迷 今天 就让我们一探究竟 这位24岁的赵路斯 她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 在这个以外卖为首的时代 赵路斯的美丽无疑给她的职业生涯 铺了一条光明大道 但别以为这位女神只是靠着美貌 就征服了所有人 其实 她的美丽之外 还有着更加耀眼的光环 那就是她的才华与气质 赵路斯不是一朵简单的花 她是那种花中赞刺的玫瑰 美丽而不失芬芒 她的演技深厚 能够轻松驾驭各种角色 从古装剧中的倾国倾城 到现代剧中的职场女强人 每一次的转变都让人惊叹不已 她不仅仅是在演戏 更是在用心艺术的生活 每一个角色背后 都是赵路斯对人物深入的理解和对艺术的执着中求 说起赵路斯 你可能会想到她在各大荧幕上的精彩演出 无论是温馨浪漫的爱情剧 还是紧张刺激的悬泥片 赵路斯总能凭借她身后的艺术底蕴和感人之身的表演 将各种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而是赋予了角色新的生命 让观众在情感的海洋中摩游 享受每一次心灵的洗礼 但是 让我们暂时放下她的演技不谈 来聊聊她的外貌 赵路斯以其绝美的容颜和精致的五官著称 她的大眼睛仿佛能够说话 总是能一眼捕捉观众的心 再加上她相长纤细的身材和曲线优美的轮廓 无论是走在绚绿的红毯上 还是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 赵路斯总能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和风采 然而 赵路斯的魅力远不止于子 她的美丽和才华虽然让人眼前一亮 但真正让她成为女神的 还是她那亲和力 真诚和善良的性格 在娱乐圈这个看似浮华的地方 赵路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真诚和本色 用自己的方式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不断突破自我 赵路斯还是一位热心的公益使者 她不仅关心弱势群体 还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带去温暖和光明 这样的赵路斯 用她的善举和影响力 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也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内外兼修 展现美貌和才华的完美结合 在赵路斯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温暖的人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照亮了无数人的世界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生活中 真诚和努力总会被看见 美丽和才华也能并行不悖 如同人间水蜜桃一般的赵路斯 以他的魅力和启示 照亮了我们前行的带路 在这个光鲜亮衣的娱乐圈中 赵路斯用他的存在证明了 什么是真正的美和才华的结合 用他如同昏星一般 隐远在娱乐的夜空中璀璨闪耀 成为更多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偶像和典范 所以当我们再次看到赵路斯在荧幕上的精彩演出 或是在公益活动现场的身影时 不妨给予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赵路斯的魅力就像是人间的水蜜桃 甜美而又充满生机 他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这个世界 更是为了用他的才华 美丽和善良 去温暖和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 因为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更是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美丽女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